光头墙骑自行车你看过吗 哈喽亲爱的观伴们大家好 我是孙少奇 最近又粉丝小伙伴给少奇推荐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玩具 叫做光头墙骑自行车 熊出墨我以前小的时候还经常看的 它的周边玩具我真的一个没有玩过 既然粉丝小伙伴推荐了 我们今天也买过来给大家一起看看 很大的一个盒子 65块钱还不贵 猜一下 光头墙喜爱的极速单车 美妙的音乐五彩缤纷的灯光 版面也是一样的 老板说是正满的 还写的爽尾必揪 两节充电电池 一个小螺丝刀 一个小充电器 自行车加玩具主体 绑的还挺结实的 它的配色还是比较丰富的 非常逼真的还原了光头墙骑自行车这个形象 后面一个车楼应该是放电池的地方 说是自行车 其实是三轮车 有两个辅助轮 看不到它的光头了 戴了一个安全帽 测试的轮胎也是软向胶质的 然后有这种小齿轮状 摩擦力增强了 两面小轮子 小孩的辅佐轮 前轮是比较轻松的 可以转向 后轮应该是动力轮 现在是推不动的 看它蹬的这个地方还有链条 腿的关节在正常的 模仿人的关节在动 有链条拉着这个 但是拉不动后轮 这是装电池的地方打开 这是装电池的地方打开 哈哈哈哈哈哈 哇真的好逼真啊 不出我们所料后轮就是驱动轮 驱动轮 通过这根链条 然后带动它的脚来动 脚往前蹬模仿一个形象 其实这个灯没有任何作用的 前轮不联动 因为它不能保持平衡 所以这个辅助轮非常重要 链条和这个车架都是塑料的 很像金属的 但不金属的 包括它的这一身衣服 后面背的小枪 后座位都是塑料的 只有中间几个螺丝是金属的 拿起来也比较轻 重量主要在电池这一块 刚开始我以为后轮的这个缝隙 只是防滑 原来它是一个齿轮 这里面传动 这里面一个齿轮摩擦的 这个轮胎往前跑 这个后面箱才是传动的主要东西 还有做的刹车线 非常逼真 然而这个只是网针 没有任何效果 音效有两个 刚开始是唱歌 后面是光头讲讲话 唱的歌我没听清楚是什么 大家听一下 唱歌的我到现在也没听清楚唱的什么 只听光头强说 诶 小心点 别刮花了 这可是我的新车 这么一个塑料的 不带遥控的玩具自行车 但是有音乐非常逼真 卖65块钱 大家认为值不值 那可以在评论中留言 想看下期上期不知道什么 我也可以在评论中留言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